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前庭后堂 两台暖阁 东西厢房 多达数十间 由于后堂的遮阳台还没完工 老翁日夜度工 积极建造 这一天佛陀带着欧难路过他家门口 斜下脚 慈悲地慰问他 做了这么多事 会不会劳累 你营造这些房子究竟做什么用呢 老翁回答 我的前厅留着会客 后厅的房间留着自己住 东西两边相仿安置儿子媳妇以及财务奴仆 夏天我到凉台纳凉 冬天我住进暖房必寒 佛陀告诉老翁 我已久闻你的大名 我有一首祭祀想要征送给你 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你一些时间和你谈论 老翁答道 我今天太忙了 我看改天再来吧 不过你说有什么祭祀 倒可以先说一说 于是佛陀说了一首祭祇 有子有孙也有钱 就是整天不得闲 我时非永久的我 何必幽子又幽才 炎炎夏日住这里 潇潇寒冬住那里 愚人常怀千岁忧 不知将来千万变 愚昧之人不明理 却说自己万事通 若说愚人圣智者 就是天下大愚人 老翁一听说道 你这祭祀道理不错 不过我今天实在太忙了 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佛陀无奈 只好失望地走了 佛陀离开后 老翁扛着乌船 继续他的工程 没想到木料不慎掉下来 砸到他的头 当场伤众不治 死亡 这时佛陀走到村子的另一头 遇到数十个婆罗们 问佛陀从哪里来 佛陀说 我刚才路过富翁的家 几次要为他说法 但是他就是不肯相信我的话 也不知道无常瞬息而至 现在突然死了 真是遗憾 说吧 佛陀又把刚才的祭语 为婆罗门解说一遍 大家听了非常欣喜 马上就领悟了 佛陀感慨 又说了一记 余暗静置如瓢真味 虽酒辖习 由不知法 开达静置如舌尝味 虽须于习 即解道要 婆罗门听完寄语 对佛法的信心 倍加坚固 就向佛陀顶礼 欢喜而去 这故事启发我们 与吃的人 即便佛陀出现在他面前 也不知道把握善缘 清净圣法 如同用瓢勺来揣测 跟汤的味道一样 始终无法知道滋味 而开明通达的人 清净智者 虽然只是短暂的熏悉 也能够立刻了解 佛道的药益 就像用舌头 亲自品尝味道一样 即使时间很短 也能知道食物的滋味 所谓佛度有缘人 如何创造自己得度的因缘 是我们要深刻用心的地方 幸运大师开示 无常是指 一切千流不息的变化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 常人执着我拥有的物品 亲人名为财富等 再坚固的物品会有损坏 再亲密的亲人会有离善 再崇高的地位会有堕落 再多的财富 也会有消散 虽然好的变坏了 但是坏的可以再变好 这种变化就是无常 是诸法的本来面目 能够觉悟这种实相 就能看破放下 而拥有更积极开放的人生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 转发亲朋好友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下一集的佛典故事 祝福您 平安吉祥 请到天下 浮满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